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身体强壮的帅小伙 他天生就力大无穷 暂且称他为狗蛋吧 一天 狗蛋的羊目从很远的地方挑水 浇在石像上进行祈祷 但必须浇一千次才有效 看到这一切的狗蛋 不想让妈妈这么累 于是狗蛋一把扛起了千斤重的石像 走到瀑布下 让瀑布的水不停地浇在石像上 狗蛋这一举动 让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又是一天 狗蛋在瀑布底下发现了一个面具 他照着面具刻画了一个雕像 狗蛋顿时情窦初开 心想这一定是个神仙姐姐 于是他奋不顾身地爬上了瀑布 在上面 果然还真的看到了一个神仙姐姐 接着狗蛋在女神的引诱下 来到了一个树林 发现女神正在和一群士兵打斗 女神一箭刺死了一个士兵 狗蛋被眼前这个彪悍的女神完全吸引了 随后女神回到了自己的领地 并接受了一个任务 而这个任务 就是去城内营救前朝的王后 其实这个王后就是狗蛋她娘 只是狗蛋还不知道罢了 前朝王后被现任的国王囚禁着 受尽了苦难 一个老奴隶再也看不下去了 就想要偷偷放了王后 但王后不走 她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来救自己的 另一边的狗蛋也在一直跟踪着女神 火托托一个流氓 女神也发现了一个猥琐男在跟着自己 气得当时就想弄死她 狗蛋趁其不备抱着女神滚下了山 然后两人就开始了尬舞 印度片马一言不合就尬舞 狗蛋在尬舞的时候还给女神补了个妆 女神一看自己原来还可以这么美 美到甚至忘记了要杀狗蛋 接着狗蛋又拿出之前剪的面具 对着女神就是一顿告白 女神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两人又开始唱歌了 双方进行了一段灵魂的交流 总之两人很自然的相爱了 为了增加女神对自己的好感 狗蛋决定帮助女神救出王后 随后狗蛋就单枪匹马潜入王城 在被士兵发现后还是镇定自若地抢了一辆马车救出了王后 但是到了半路却中了现任王子的埋伏 狗蛋也被弄晕了过去 狗蛋醒来后却发现自己正在被一个小兵踩在脚下 王子也在侮辱着前任王后 狗蛋是可忍孰不可忍 愤怒直爆表 对着周围的小兵就是一顿揍 王子健壮也拿起剑冲过来 想要弄死狗蛋 只见狗蛋一掌就把剑给拍断了 这一拍就把王子给拍懵逼了 王子还在愣神中 狗蛋直接对着王子一阵暴揍 这时王子手下的一个老匹夫及时出现救下了王子 可狗蛋很明显不给他机会 一见就把王子的头给砍断了 这时天下起了大雨 正当老匹夫准备反击的时候 突然就被狗蛋一个帅气的甩头给震撼住了 老匹夫看得目瞪口呆 原来狗蛋和狗蛋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啊 原来狗蛋就是当年被追杀的那个婴儿啊 原来狗蛋就是当年他爸的儿子啊 这不都是屁话吗 雨过天晴 老匹夫告诉狗蛋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开头托举婴儿的那个大妈是前任太后 狗蛋的父亲和现任的国王是堂兄弟 他们两人都是当年争夺王位候选人 后来太后准备让狗蛋的父亲继承王位的 但是现任的国王谋权篡位 不仅耍诈弄死了狗蛋的父亲 还囚禁了狗蛋的母亲 而亲手杀死狗蛋父亲的正是这个老匹夫 狗蛋了解完这一切后又将如何做呢 这就要继续观看后面的几部电影了 毕竟这只是个开端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也别忘了关注我哦 拜拜